現場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來回踩正 地上血跡斑斑 還有一些打鬥留下來的痕跡 雜物遺留現場 27號凌晨3點多 中和連城路發生一起酒後 砍人意外 12點多越南籍三男一女 在小吃店內聊天 還有另外4名越南籍人士 發生口角 對方在爭吵離去後 原本的一男一女 返回宿舍休息 其他兩人只要凌晨3點多 才離開店家 沒想到才走了100公尺 就遭到埋伏在附近的對方 4人攔阻 還有人拿出遇藏刀屑 其中一人腹部及屬西部 兩處刀傷 傷者當場血流如注 誇誇是傷者打電話 給剛離去的朋友求助 朋友從宿舍趕到時 行銷的4人還在現場 值得人報警 他們才趕快騎機車逃跑 所以傷者送以後 沒有生命危險 而警方也正在調閱監視器 要把自然的嫌犯抓出來 記者 許晉明詹說 新聞報道